针对蜡玉莎发出简讯告诉她的两个助理 党领导要她把事件带进坟墓 而毕丹兴称三人并没有这么说 毕丹兴表示 蜡玉莎曾经告诉工人党的纪律委员会 她可能患有解离性障碍 毕丹兴也质疑蜡玉莎两名党助理的供词 指出在8月10号的会议上 他们并没有讨论有关蜡玉莎在国会说谎的事件 针对两位助理为什么会说谎 毕丹兴认为他们是要保护蜡玉莎才这么做 报告也揭露 当警方要求蜡玉莎就她的指控协助调查时 毕丹兴提议她可以告诉警方 她将在国会针对这些疑问做出答复 当委员会问及抹黑警方是否无所谓时 毕丹兴说她不认为警方受到委屈 并质疑对于蜡玉莎的指控 警方展开了多少调查工作